人类喜欢控制某些东西,通常我们喜欢控制别人,但我们可以做到真正的控制是自我控制。 如果能控制自己,那么我们可以处理任何事情。 自我控制是控制我们的言语、饮食、情绪、思想、态度、欲望和行为。 在我们的言语中保持造就人,在我们的饮食中保持健康营养,保持我们的情绪平静,保持我们的思想清楚,保持我们的态度温和,保持我们的欲望纯洁和保持我们的行为干净。 我们有自由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。 如果想实现某个目标,我们会为这目标制定一个设定点,并且需要定期监控我们的行动,然后将设定点与我们的行动进行比较。 看看离目标有多远,需要不断调整我们的行动使之朝向目标,这就是控制。 控制似乎是一件琐碎之事,但它是为我们往上飞翔的必要步骤。 在花园里,我们所爱的花,它会枯萎,但是不喜欢的杂草,它会蔓延,我们不能阻止这些事情发生,因为它是人生。 好的和坏的事情会发生在生活中的同一时间,总是赢得一些,失去一些在我们的生活之旅中。 如何更新美好的记忆,放下不好的回忆,这是自我控制第功课,它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快乐。 一个已婚的男人看到一个年轻性感美丽的女人在街上,这是不可避免的先看第一眼,但她需要自我控制,不要继续看第二眼。 一个已婚的男人和一个年轻性感美丽的女人留在一个房间里,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谈论生意业务,但她需要自我控制,安排在公共场合或有窗户的房间内谈论业务。 一个已婚的男人和她的朋友的年轻妻子聊天,与朋友交往是不可避免的,但她需要自我控制来保持纯洁的欲望,不可对她朋友的妻子怀有淫念。 需要和想要之间的区别是自我控制,需要在我们的欲望边界之内,想要是超出我们的欲望范围。 我们必须了解到,我们不是有应当的权利可以拥有我们所想要的东西。 人类有物质欲望和社会继续生产新产品进入市场,结合这两个因素,它会让我们花更多的钱,陷入债务。 我们有自由选择需要和想要,但自我控制是知道我们能做什么,并知道结果会是什么,所以我们选择不做在我们边界之外的事情。 这是自律,自我审查我们的生活,这是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。 我们可以向别人们寻求帮助,但这只是次要的步骤。 任何人都可以批评,谴责和抱怨,但具有坚强性格和自我控制的人会理解和宽恕。 自我控制我们的饮食习惯,看着卡路里,我们需要照顾身体健康。 自我控制我们学到什么功课,看看它的内容,我们需要照顾情感健康。 自我控制去经营我们的生活,注意我们的诚信,我们需要照顾心灵健康。 在我们睡觉前一个小时,不要玩高科技数字设备或游戏,它会让我们睡得更好。 如果不能自我控制自己花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上的时间,它将使我们与人更加孤立。 自我控制是知道何时坚持和何时放手。 在圣诞节期间,到处会听到喝、喝、喝、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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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。 圣诞节应该是欢乐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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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oy,Joy,Joy,的季节。 但商业广告鼓励人们去买,买,买,Buy,Buy,Buy。 使用我们借贴的钱去买礼物给我们不知道的人,而且他们不喜欢我们给他们的礼物,这是不好,不好,不好,No,No,No,的情况。 过多的物质欲望和性欲是诱惑,当我们陷入这种诱惑时,将会有严重的后果。 它可能会使我们财政破产,损害健康,失去职业和家庭分裂,为了短期乐趣所付出的代价是太高了。 自我控制是很难学地功课,有时我们甚至不能控制我们的小舌头。 想清楚,再思考,快快听,慢慢说,快速原谅,缓慢愤怒。 自我控制我们的情感反应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事情。 不要只因为我们暂时的情绪不安,而做出永远愚蠢的事。 坏习惯和上瘾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,如果我们掉入一个洞里,我们肯定有能力可以爬上来。 如果继续说我们不能,它只是一个借口,让我们停留在那儿不动。 当合理的麻烦来到我们身边,我们认为是个训练。 当不合理的麻烦来到我们身边,我们认为是个磨练。 自我控制是一门很难学道地功课,但要记住,如果我们想要去做,我们会找到办法。 如果我们不想要去做,我们会找到借口。 尝试找到一条路和没有借口,保持我们的生活平衡。 一旦我们学到了自我控制地功课,它将为我们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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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